屏東內普鄉昨晚發生了銀樓搶案 犯案的是一名51歲的男子 為了搶奪價值6萬元的金項鍊 持球棒攻擊店內的老闆跟老闆娘 一名原警在上班途中聽到了求救聲 立刻上前聯合壓制嫌犯 男子自稱他被債主討債 缺錢花用才會鋌而走險搶銀樓 監視器畫面拍下 男子一身黑衣頭戴鴨舌帽走到銀樓裡 開始詢問玻璃櫃裡的金式價格 來回幾次行為超級詭異 最後果然要幹壞事 帶著球棒回到店內目標價值6萬元的金項鍊 趁老闆娘不注意朝頭不猛打 老闆聽到聲響也趕快出來 雙方爆發激烈扭打 一旁孫子也被波及 剛好遠景上班途中聽到了求救聲 火速上前協助壓制嫌犯 當然很可惡他要自我移死地的做法 甚至於他還有身上有帶膠帶 滅口之類的 對他是死命的向我打 回想起來真是可惡至極 事發在12號晚間7點多 犯案的是51歲周姓男子 獨自一人犯案 從高雄搭計程車前往屏東內鋪後 隨機偷竊一輛自行車 身上還帶了球棒 瞄準銀樓就開場 犯案原因 男子自稱是因為被債主討債 缺錢花用 才會鋪而走險 老闆娘取出金箱那一條後 及持球棒施暴 意圖行響 致被害人身體多處磋傷 老闆及老闆娘被毆打受傷 好在送醫後 已經回家收養 據瞭解男子有酒駕前科 詳細犯案動機還要再細查 止水機搶案發生在自家 難免擔心安全不夠完善 其實我們的安全措施 我們都做得可以 但是還是需要加強 畢竟不是每一次都能這麼幸運 現在金價高 銀樓不免成為歹徒目標 如何防範 問題又再度浮上檯面 記得去視頻頻道